大家好,这里我来介绍一下关于March 3的安装与使用 这里是基于Motion控制卡 首先用March 3 V3.043.066的版本进行安装 安装在CMarch 3的目录箱,这里并口驱动给取消掉 好了,英文版实际上已经安装好了,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里是没有破解的 这里是DEMO状态,对吧 强烈是英文的 好了,现在我们安装一下破解文件 这里有一个调整好的界面,里面有号码破解 这是一个六周中文界面 靠进去 全覆盖掉 这里已经焊化掉了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里是焊化掉的 这里我们用USB的控制卡,需要装一个插件 这里我们在根本录录下,找到插件的文件 emotion.dl,拖到这里面 emotion.dl,拖到这里面 emotion的配置文件已经处理好 另外就是,大家不知道该如何配置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初学者接线和配置举例 是一个mach3.xml文件,拖到mach3.xml的安装根目录下面 护盖 好,我们再打开 这里是emotion的 控制卡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emotion的USB server 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参数变量 这里我另外就介绍一下基本的一些设置 经常我们问到的就是 跟并口有些不一样 这个地方内核速度 一定要放在25k这个位置 它不是mach3的内核速度 只是会影响到那个给进的一个速率的计算 所以你用USB卡的时候 一定要放在这个位置 跟它的脉重频率无关 请大家注意 重要的事情我也说三遍 另外就是 轴的 这个轴的选项 比如说我是四轴的 我就XYZA 我全选上也无所谓 全勾上了 好吧 另外就是 step low 一般的情况下是打勾 另外就是这个DR的low active 控制DR的方向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哪个轴的运动方向 跟我们的实际机器对不上 这个时候需要勾这里 把原来的勾改成X 再看看 对不对 不对 再改 总有一个方向是对的 对吧 另外就是输入口 你要是依照于 我们这个实物图 看一下 就是按emotion这里面的逆矩的实物图来接线的话 它就有一个基本的配置 就是XYZAB的软件开关 我们在这里 12345 从X轴的线位 从6开始 IN6 IN7 IN8 IN9 后面你有ABC 也遭要讯息往后填 这里 这里 接了一个对道器 就是最 最简单的 这是对道器 有简单的对道框的那种 对道器一般的情况 这个就是 从输入口 接纹线 到 常开的那一组开关 再到D 这里要说明一下 因为我这里是卡式默认出厂状态 它那个板上有一个J5的跳线帽 是闭合的 相当于是这里的正午幅和这里的ICON 是短接在一起的 所以它这个是可以接干节点开关的 所以我们这里画的图举例都是干节点开关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用接近开关 千万注意 要把板上的J5跳线帽给断开 这样重要的事情 我一定要说三遍 再说一次 PC被板上的J5开关 断开 才能够去接24伏的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的选型 NPM PMP都可以 因为这个NMotion的新版控制卡 它的输入口是双向光偶 这个是公共端 其他的是输入口 公共端 公地 公羊都可以 这个前提是 再说一次J5的跳线帽 断开的情况下 出场是短接到正午幅的 你直接把24伏干上去 绝对是烧板子 好吧 请大家千万注意 我再说一遍 另外就再啰嗦一下 这个卡什么基线的事 老是有人问 我也再说一次 比如说一般的附近驱动器 它是光偶的输入 对吧 有一个plus正 plus负 DR正 DR负 短接起来 接 控制卡的正午幅端子 再把plus负 接 脉冲端口 比如说这里是Y STEMP YS 这里接 DIR负 方向信号 接YD 好吧 这里有一个正午幅 这里有个D 和这边的正午幅D 是同样的 另外就是这边 大家感兴趣 啊 这里有个E5伏 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是24伏电源进来之后 经过线性吻压产生的5伏 跟这边的5伏是隔离的 希望大家 需要仔细理解一下 另外这一张图里面 有介绍到关于 直接接这种线圈的继电器 和固态继电器的一个接法 我这里就主要介绍一下 直接接那个继电器 那个机械的继电器是怎么接的 因为这两边是 D是隔离的 要用这个 直接驱动继电器的话 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里DGND 和这开关电源的D 接在一起 另外就是D-COM 这个是一个续流的二级管 需要把它跟电源的24伏接在一起 电源的24伏接控制卡 好 这样另外一端接到输出口的 比如O10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的O10就可以控制这个继电器了 这是在直接接继电器的情况下 但是这种情况 最好是加一个继电器的驱动绑 或者用固态继电器 实际上固态继电器 现在的价格比较低啊 最好用固态继电器 免得麻烦 这里呢 固态继电器可以用这么接 这里是24伏电源 这里是一个输出口 输出口O3到O16是隔离的 是一个光电 就是光偶输出 光偶输出的话 可以驱动这种固态继电器 信号要求很低 我们这里24伏信号输出 输出之后通过O13输出来控制 进行开关断状态 这里是连接到220伏的火线上 或者是你想都可以 不太影响 另外也介绍一下这张图里面的 关于辨评器的计划 很多人问啊 实际上辨评器这东西很简单 它要求的就是一个电压信号输入 另外就是一个启动信号 有的是正转信号 有的是反转信号正转方式组合 这需要对辨评器进行设置 要对辨评器很了解 根据辨评器的手册 进行一些参数配置 这里我就不细说了 现在这里是一个通用的辨评器 可以讲解 接着刚才的说啊 我们的辨评器 我们的辨评器 有一个模拟量的输入 有的是AVR 有的是FVR之类的 这样根据辨评器的手册来啊 只是要一个模拟量信号输入 接到的O15O16 辨评器的信号 直接接到AVI 因为MU型出厂的时候是默认是 有一个跳线帽式设置在0到10伏 范围输出的辨评器 另外就是把这里的模拟地和数字地 短接起来之后 跟这边的EGND 也就是开关电源的地 接在一起 应该没有其他的可以说明的了啊 接线已经说完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 关于一些配置的问题 刚才说到那个开关的问题 刚才是一张图是机械开关 就是那触点开关 我们把X正负 就是X的极限开关 线位开关正方向负方向 全接在一个口线上 这是可以的啊 特别是那个NPN型 OC门子才行 NPN型 因为有一个LED的指示灯 还不能并联 如果是全触点开关 是可以共用的 我们把那个正极限 负极限可以都破为6口 低电频有效 打高的是低电频有效 不打高的话高电频有效 所以要根据你的开关状态 来进行配置 这原理开关就在是2.1 就是IN1的口上 当口号都是2 这里是低电频有效 这个基本配置已经完成了 说实在的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正反装控制信号 我们可以设一下 一个是O16O15 两个开关 低电频有效 这个应用一下 再看图桌这边 麦宽调字控制输出 顺势针是output-1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output-1 好我把历史证改为2 也就是output-2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输入一个正转信号 就可以了 大家不用做反转控制的话 好吧 应用一下保存 就完成了 下一步 电机的调试 这里呢 我以 那个 你驱动器上 有16细分 16的话是3200 16细分的 启动器设置 我们这里算一下 一般是 刚开始的数目是200 就是1.8度的电机 200个脉冲 转一圈 现在是16细分 乘以16 对吧 是3200 我们的导程 就是4港 转一圈 它会推进多少毫米 一般是5 这一处就是60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填60 我们的速度 一般情况下 物件电机最高时速是400 每圈 400乘以5的话 按道理是2000 最高 一般不要超过这个值 然后我们的加速度呢 可以设大一些 也不要太大 因为设计到有的电机的刚性不好 那就是说那个启动 逆距 要求 逆距比较高的话 电机功率有限 所以加速度要设行 设的不要太大 这样会 声音比较大 就是停止和启动的时候声音比较大 我可以设一个400 其他的 设完之后要保存一下 这里面的数字就不用管了 不管它 没什么意义 对于 那个并口控制 并口控制的话是有效的 唱口控制 就是USB口控制是无效的 没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设成2000 加速度设为4吧 前面 我们讲的XYZ设置 这个设成 640 速度2000 这里是自动算的 它 去不了整 所以 一般情况下 有点迂数 不管它 这里A轴 A轴的算法跟 XYZ直角坐标 是有些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以度为单位的 我们这里是16细分 3200 除以360度 乘以你的那个 减速机 比如说20倍的减速 得到是177.77 这里的速度的设置 是 400 算一下 412的最高速度 乘以 除以20 20倍的减速 乘以 360度 7200 我们也不用设那么大 设个6000 加速度 设到800 来 旋转车都是这么设置的 我们可以设置ABC 都这么设 这样就完成了 另外呢 经常问到的就是 关于 主轴的设置 一般情况下 最高转速 24000 就是24000 这就是 安全G轴 一般情况下 是以公件坐标 的偏移 向上 才是20个毫米 按停止键 是G轴 一圈的高速度 按照高度 我们这里可以打个够 这一点停止 它就会退到20的位置 这是公件坐标啊 我们一般用手轮 控制 那个 我们的刀架 到公件坐标的地方 进行清零 操作 之后 再载入 鸡代码 载入 载入一根 这个我就不用再做演示了 这里按Table键 可以出一个复键盘 经常问到的就是 关于手轮怎么用 这里我们 有一个MPG控制 这是我的这个 中文界面上面 写的是MPG控制 原英文版是sharp mode 还有其他的 那个写的是 穿梭模式 意思是一样的 位置 主要是关心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按钮 按一下 把它打在多部状态 这样的话 按手轮上面的白色按钮 按住不放 在旋转 选择 选择xyz的 选择轴 和选择倍率 乘10乘1乘100 这样就可以动作了 摇动那个手轮上的 把盘 它就可以动了 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要把那个白色按钮按住不放 才能够操作 并且让这个灯一直闪烁 我们这里关掉 一般情况下没有手段 情况下就是用点动 这里用振幅 或者是用快捷方式 左右光标键上下光标变 光标键来移动 另外就是说可以 这个快捷方式可以配置 这个系统热线里面 X正负 就是按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 要设置一个 A来进行正转 控制 点一下A B来控制 S进行反向控制 按一下S 我们现在恢复一下 正转 反转 光标 另外就是有的时候界面 有的时候界面 我要求不是那么大 比如说我在窗口显示 状态下 这个就显示的 不太好看 我显示不全 怎么办呢 加转一下界面 加转一下界面 把这个102424s再装载一下 那 它已经就全屏了 再按Table键 就出来的复键盘 好吧 那 我们要全屏的话 也是一样 再搭入一下 全屏 另外就是有一个脚本的编辑修改的问题 就半点脚本 我们这里对刀 经常要修改的 这个我一定是修改好的脚本 那里面就是F10的进给 再加30毫米的向下探测 这就是结束之后 抬10毫米 好理解吧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有问题 后面再跟我交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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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们 你 我 没有 我 跟你 我